当年毛贼东把所谓的国军的80万大军也好 50万大军也好 反正那些不待见的兵送到了北朝鲜 这个当年是大事儿 1950年的中国和世界局势大片 这次习太阳习死黄 要把整个中国火箭军 特别是现在所谓的战略性的所有的武器 都已经跨过了中俄边境 运到俄乌战场 这是天大的事儿 这一点不亚于当年东朝之间这个战争 也不亚于改变人类的二战 就1937年 当时希特勒跨过了莱茵河 应该是3月7号 这个3月7号马上到了 当年希特勒跨过了莱茵河 法国没支撑 把希特勒吓得发抖 希特勒说但愿他们开一枪我们就回来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部队很少了 20万人 那法国英居绝对被他打死他了 打灭他了 但是法国选择了沉默 美国选择了沉默 装着看不见 最后就让希特勒把世界祸害成那样 这次若习参加了俄乌战争 火箭部队全面参战 甚至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帮助俄国的制俄军 志愿帮助俄子军 那这个事儿大了 那要比那个事儿还可怕 现在对于中共来讲 对于习死黄来讲 国内的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 美国和欧洲全世界都是病毒溯源的问题 以及全世界坚决不接受 他所谓对香港的坚决的回归 这个所谓的撕溃中英合同 和对台湾的坚决统一 全世界不会接受 大家不明白台湾对全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的重要意义 那大了巨了 美国和西方是不可能同意把台湾所为收回来的 他把台湾如果西方让出去 西方就完蛋了 那不允许啊 不允许怎么干了 那就打吧 所以说 习内政外交 内部经济全玩球蛋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习只有一个 这也是当年希特勒 这也是所有的战争最后的动机 内部问题外部解决 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一招管用 而且特别是中国人 中国人多把他送到战场上以后 中国就团结了 然后大力的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 然后中国老百姓就会死得心甘情愿 无上光荣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习死皇室绝对有动机 而且已经做好准备了 一生的梦想就在他一嗓子了 开干 开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